我们把镜头转到林园地区 林园区顶错社区的营造故事 可以从一棵百年杨桃树来说起 从发现百年杨桃树开始 社区妈妈就想办法加进巧思创意 杨桃枝就成了能替社区带来营造收入的特色产业 我们林园顶错社区制造的杨桃枝 那这个下面是我们林园的特产洋葱 的洋葱模下去制造的栏布 那这也是我们社区的洋洋得意伴手里 一罐浓缩的百年杨桃枝加上一个小皮带 是林园区顶错社区的独有产业 这是一种对浓缩而且是遵循古法的制造方法 能把特色转为社区营造收入的关键 在这一棵号称是四季都会开花结果的百年杨桃树 对了 这桃架落下了 他拿下来已经让我吃了 云本被杂乱环境埋没的百年杨桃树结了果 就是掉落回归自然 社区志工整理环境减得心疼不舍 思考结的杨桃果时用古法创造新价值 大家以前也是都没有发现到的 当初就是看了杨桃落了满地 就觉得很可惜 很浪费资源 那有经过那时候当时的县政府来辅导 来成为把这个杨桃洗干净然后切片 然后遵循古法的制造方法 然后又腌制了三个月来成为我们的杨桃枝 粉色的花朵称着绿色树叶 一颗一颗的杨桃结在枝头上 是来到顶错社区不可错过的重要景点 百年杨桃树维持一贯的缤纷美丽 阵放出社区产业商机 杨桃树维持一贯采访报道